一個小時45分鐘 可以做些什麼 看一套電影飛一轉台灣看1.2就行劇 厲害的甚至跑到一次半馬 我接受到可能最長要4個小時上班 新界或者來到人上班的新書 我想是要讓其他人早1-2個小時上班 記者和Terry由長洲去牛頭角上班 看看需要多少時間 公司彈性上班時間是12點 9點45分出門 走10分鐘到碼頭買個早餐 不像其他人 遲到新手就可以自的士 萬一mix了班船 就要等半小時 由於快船的貴一倍 盡可能都搭10點萬船出中環 好多人爭取時間睡覺 他都不例外 精神的時候就會畫畫 我自己是習慣了來回很長時間 不過如果我女朋友都會 很遠很浪費時間 人生不知幾分之一就已經去到這裡 浪費了交通上的時間 我找工作的時候都會問僱主這個問題 是否一定不能遲到呢 那份工作 如果不行的話 就未必考慮 我跟朋友說 他都覺得我是XX的 有想過搬出去 不過作為一個廢青 我覺得暫時很難 暫時很難 這麼長車程 連電話數據都要省著洗 通常我找工作都會找一些廣島 或者近廣島一帶的九龍地方 除了每天花三至四個小時搭車 還經常聽到八達通微妙的聲音 早前網上就有一篇 關於新界西人的潮文 引來很多迴響 連曾俊華都忍不住去紳士陣望下 無論住離島 新界西還是新界北 每天花這麼長時間上班下班的香港人 真是好堅禮